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Free Fire 我來回家去 我是尼亞斯 那今天這一場是鑽石排位1的 排位3 然後單人的 那我選擇跳的地方是 水上部落附近的房子 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要往這個方向走 然後落地是找到這一棟 黑色屋頂的房子 差點扣到血 不過沒關係 還好 我們撿了一些武器 慢慢的一路收到水上部落 我就不往大城前進 先往水上部落 為什麼會選水上部落 是因為 水上部落生產的物資 比較偏向我的喜好 結果他水上部落其實蠻多 這是怎麼遇到 檸檬百香果 檸檬百香果其實是我的 管理員 Free Fire 不是Free Fire 我的直播管理員 只是說他平常工作忙比較少出現 他就想說碰到他的管理員蠻酷的 順便把這一棟錄下來 這邊有人 他直接出來了 他想要跑到石頭那邊 不過 死了 OK解決 好 會來水上部落的是因為我覺得水上部落的補包很多 我這種人 我這種 每次必須要拿到十個補包我才甘願的人 這個地方非常適合我 對 像我現在身上已經十二個補包了 你看這邊還有補包 你看這邊 哇 我現在帶幾個了 十三個補包 十四個補包 呵呵呵 然後裡面還有喔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喔 喔檸檬百香果 我的管理員又殺 殺那個敵人了 又殺人了 你看這邊又有 十五個補包 呵呵呵 我平常帶十個到十二個就夠了 可是 排位賽我會習慣帶十五個 你看喔 這邊毒圈外圍照樣衝出去 這好像第二圈還是第一圈我忘記了 應該是第二圈 第二圈 好要準備說第二圈 我是會衝出去圈外的 為什麼咧 因為我想搜一下 看有沒有更多的補包 對 等一下還有那個凝膠護盾啊 因為我搜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排位賽最近打法改了一下 以前呢喔 會稍微衝一下 甚至有時候會歸一下 但是不會歸太久 大概歸個可能 歸個房子等縮圈吧 但現在不會 現在呢我是到處走來走去 也不算衝 我是收起物資 前期呢我會先收物資 先盡量不殺人 就算我遇到人 盡量不開槍 為什麼 因為前期我需要收很多的物資 我最主要需要的物資就是補包 跟凝膠護盾 補包呢是避免說 圈內的敵人 攻擊我 我沒有辦法進圈 我會先被讀圈讀到嘛 那我就只能拼補包等他走 我再進圈 補包的用處在這裡 再來第二個 凝膠護盾為什麼需要很多 跟大家講一下 在最後一圈 如果萬一沒有掩體的話 誰擁有最多的霓膠護盾 勝利會比較高一點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 要看你對槍 還有你的準度 所以為什麼 需要收這兩個 就是 收這兩個就是這個原因 吼 所以剛開始最近的排位賽 我打法又換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打法 既不 既不會太龜 太保守 我又可以 穩定我 就是 有高機率的 吃雞的機率這樣 對 比較高機率可以吃雞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準備從水上部落離開啦 準備進圈了 因為後面的圈已經開始在縮了 我也縮得差不多了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然後我剛剛那個 引火也用了啦 現在EP值100多 好 凝膠護盾有三個 大家看到左下角那個 手榴彈我已經趕成凌膠護盾了 好 我們這邊呢準備進圈了 等一下進圈我要先看一下附近有沒有敵人 再決定要往哪裡走 因為我要看下一個圈說在哪裡 因為目前我現在身上的東西已經算是 差不多了 該有的都有了 然後我不知道我身上是帶二級包還是三級包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背包我看不太出來 對 OK 那個檸檬百香果又殺一個了 啊我現在是二級包 OK 好 好我現在拿的是N1014跟 SR Scar N1014這個塗裝就是那個火焰塗裝啦 我已經抽到永久了 但是當初錄這部影片的時候是9月21號 各位 這部影片的時間是9月21號錄的 那我剪出來 我現在剪 我現在在錄這個講話聲音 我是9月24號錄的 對 我是私底下玩沒有講話 然後再把錄音後製上去 然後這邊檸檬百香果又殺了一個人 好現在9月21號是鑽石一啦 那個排位賽出前三天我都隨便玩 然後第四天我才開始認真玩 呵呵呵 就想說啊好啦衝一下排位 因為聽說有火焰大砍刀也不確定 喔這邊跑出一個敵人 來伊斯亞開始射 被他平你給我擋住了 他用了凝膠護盾 沒關係我們衝過去 拿凝膠護盾跟他對抗凝膠護盾 Let's go OK好 接著呢換散彈槍跟他進戰 好他有點措手不及了 有點緊張了 唉唷 他開始在跟我繞圈圈 我想要逆向把他抓回來 嘿 跳射 第一箱砲槍第二箱第三箱中 好接著開始舔包 我這邊我有做一個不好的示範 各位觀眾不要學喔 我這邊是直接蹲在那邊舔包 萬一後面 有沒有現在在射我這個敵人 萬一他當初是爆我頭 我就直接死了 還好他沒有射很準 好給了我機會 好我這邊一樣用泥膠護盾擋一下 因為跑圈等一下一定是他在圈外 他要先被賭 這就是我說為什麼 我要帶那麼多補包的原因 好帶那麼多補包就是為了 那個到時候萬一被敵人擋在圈外 我在賭圈的時候 我可以一直補 等到敵人走掉我再進圈 至少比較高有機率 啊這邊檸檬百香果被殺掉了 所以我就啟動了復仇模式 聽說尼亞斯在 呃 FREE FIVE 玩FREE FIVE的時候 隊友死掉啊 或者是認識的人死掉之後 他的戰力就會大增 那我們來置目以待吧 直接在圈外把它解決掉 然後縮圈了 大家看到我開始馬上跑 可是 跑不太過啊 跑速不夠 而且我要進圈的位置 現在這個方向其實 直接進圈會很危險 非常危險 因為那邊我記得有 一個瞭望塔 還有兩個瞭望塔 然後都是房子 很容易被伏擊 所以我這邊呢 稍微的 慢慢的進圈 我在圖圈外留一下下沒關係 但是 呃 不要直接很危險的進圈啊 然後那個 殺死檸檬百香果的 殺一堆人 真的很可怕 然後這邊你看 我手上就拿著凝膠護盾喔 我就直接這樣衝 因為到時候 萬一我走到一半有人 開槍射我 可以直接架請凝膠護盾 防禦 然後這邊想說直接進了 然後我看到 對面那個有沒有 兩層樓三層樓的房子 窗戶那邊有一個人 我剛剛看到了 我只好在這邊先做一個補血 血塊沒了 你看這就是為什麼要帶這麼多補包 我剛剛就被那個 後面那個敵人纏住了 根本沒有時間跑圈 我如果在剛剛那個位置 被敵人纏住的時候 我跑圈的話 我一定會先 背面被他射擊 我可能就會死掉 所以為什麼要 剛剛在那邊 凝膠護盾一堆的地方 跟他對槍 把他對死我帶走 就是這個原因 那對死之後呢 缺點就是 圈就來了 所以前面收的15個補包 用出就達到了 就用到了 好 接下來這邊呢 就準備正式進圈 OK 現在剩6個補包啊 大家看非常的穩 然後我就直接套出了凝膠護盾 萬一山上有人要開槍的話 我直接凝膠護盾架起來 開始補血 就可以了 好 目前沒有看到敵人喔 好 山下的敵人 那個房子的好像要跑下來了 我們先稍微等一下 看能不能伏擊他 殺一波 我聽到灰灰灰大感到的聲音 不知道是bug還是什麼 有他跑出來了他跑出來了 開箱 爆炸他的頭 他快沒血了 他要直接在樹後面補一下血 我在這邊看一下能不能繼續伏擊他 跑出來了 欸跑好快喔 好直接解決 剩4個敵人 我後面還有一個敵人 看能不能射他 好 躺在那邊看到了 我這些消音器解決啊 這些消音器啊 補包啊 凝膠護盾大部分都是在水上部落收到的 物質非常豐富啊 OK 繼續跑圈 現在目前剩3個敵人 我子彈只剩30發 因為我是二級包啊 所以子彈不能帶太多 頂多30發到60發 所以我不能殺太多人 以吃雞為主啊 好不好 FREFIRE我要活下去這款遊戲 既然他堪稱我要活下去 他的目的就不是殺人 而是你能 誰能活到最後 所以不管你殺多少個 你只要能吃雞 我覺得就是厲害 對 所以就算你前面殺太多 沒有吃雞也是GG嘛 也是扣 也是沒有就是加到那麼多分 不是扣分啊 好那個 殺死檸檬百香果的玩家 喔又殺人了 真的殺超多的 不過沒關係 現在剩我跟他喔 他應該在橋上 欸看到了有沒有看到 我這邊不開箱 是因為我不想先讓他知道我的位置 我想等他再拉近一點 他沒有掩體的時候 我再射他 我這邊還在等 好凝膠護盾我先拿好了 我先架出來 我這邊其實不應該太早架啦 他有架他就知道我的位置喔 OK等他出來 他等一下一定要跑圈 他那邊 他已經看到我了 他用凝膠護盾這樣一路跑過來喔 蠻猛的 難怪可以殺這麼多人 不過我這邊佔地理優勢啊 所以他運氣比較不好 你看我這邊就丟手油彈 不過比較晚丟沒有丟中他 他就直接衝過來了 我這邊就 艾斯亞射他幾槍 他殘血 OK他這邊近戰他拿 MP40 我最討厭MP40了 不過沒關係他快沒血了 我這邊先補血 欸來不及 他直接躲到後面 他想要嘗試做補血動作 直接收掉他一槍解決 好幫我的管理員報仇了 這個這一場就是鑽石一 好加26分 殺六個人吃雞啊 所以freefire其實 你如果要打牌位殺人 沒有那麼重要 我打休閒場為什麼 我都到處衝到處殺人 是因為 欸就是好玩嘛對不對 那如果要認真打的話 其實我覺得 殺那麼多都沒有用 我寧可低調一點 對啊 好啦這部影片就是9月21號錄的啦 影片結尾會有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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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